蘇力軍 去年11月 孫力軍被正式逮捕 她的罪名又由一吋長縮減到一個 涉嫌受她 1月13日 孫力軍案進入檢察院起訴階段 她的罪名再次發生變化 出現了看似與她接熱不相關的罪名 操縱證券 和看上去可謂QK的罪名 非法持槍 孫力軍落馬到現在快兩年 當局處理該案的進展緩慢 查辦孫力軍 是習近平在警察系統內 肅稱周永康餘黨的系列行動之一 只不過孫力軍案牽涉到更大的政治靠山 江澤民派是終極大佬曾慶紅 在周永康被判處無期徒刑後 她已經呼之欲出 僅是後來發生一些事 迫使習近平被迫暫時把她放下 實際上 孫力軍是曾慶紅的一個重要前台代理人 她曾配合曾慶紅 破壞中國金融秩序 甚至策劃暗殺習近平 上述這些人包括曾慶紅在內 他們都屬於江澤民派系成員 而曾慶紅 就一直是江派的軍師角色 而現在 習近平開始正面對決孫力軍背後的反習勢力 新增加的兩個罪名 操縱政券 非法持槍 是指向孫力軍背後的最大政治靠山 曾慶紅 中國問題專家貴答分析 操縱政券 點出了孫力軍 參與2015年6月爆發的股災 非法持槍 是暗示孫力軍參與策劃暗殺習近平 實際上 曾慶紅是那場股災背後的總策劃人 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通過擾亂中國的金融秩序 她成功脅迫習近平 保住自己和其他一些江派要員 暫時避過被清算的押運 據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來源 向《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當時 已經不知道應該怎麼應對才好 於是就大赤道向曾慶紅頗脅 曾慶紅成功利用股災 達到要脅習近平的目的 習近平這麼多年來 經歷了很多外界難以想像的危機 甚至暗殺 貴答說孫力軍的新罪名 非法持槍 是習當局暗示的這點 孫力軍在不應該帶槍的場合帶槍 早在2015年6月 周永康被判刑前夕 習近平當局已經表露 曾慶紅是一個反腐目標 中共中紀委官方網站 當年1月發表文章 《腐敗無鐵無子王》 《反腐敗絕不封頂設限》 2月又發表文章 《大清羅官慶親王》的作風問題 張天亮曾分析說 官方傳媒一再提慶親王 鐵帽子王之類的 是暗示曾慶紅已經出事 在做輿論鋪電 在這種暗示 有些好像拘捕周永康之前的那個節奏 雖然2015年股災 迫使習近平 暫時放過曾慶紅 但是曾慶紅和習近平都明白 這只是暫時性 貴達表示 孫力軍生增加的罪名 操縱證券和非法持槍 針對的都是曾慶紅 2022年新年開始 習近平在電視講話中說 敢於自我革命 是避免人亡正式的辦法 自我革命 是一場刀人向來的革命 2019年7月 中共黨刊求是 刊登了習近平的文章 解釋了所謂自我革命 就是刀人向來 就是內部清洗 張天亮認為 現在習近平的處境很危險 他說孫力軍一度被信任 這樣表明 習近平並不能有效掌握 他是誰的人 誰是曾慶紅的人 張天亮一直認為 習近平和曾慶紅之間 避免不了一場生死對決 根本得去死對決 他對決定 他對決定 隨便拒絕對 出闞爭 去成功 感谢观看